市场价格有达到80美分一磅的潜力 在84美分的时候会停止上涨 路易斯·罗斯来自于风险分析 中国棉花进口最近出现了下滑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你认为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 棉花进口会有所放缓吗 中国棉花进口出现了下滑 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年的储备补充 补充量接近1500万公吨 美国标准的话是6000万包 中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脱离这样的状况 因为他们需要棉花的价格上涨 在过去几个季度当中 推出的棉花期权并不是很成功 在这个季度下调了价格 在中国国内存在着巨大的库存量需要清仓 在今年发生了两件事 需求比市场预期的要更强劲 储备棉花的股价有所下降 就像我之前说到的 我们预计进口量会出现小幅上升 上升80万公吨 或者说是400万包 我认为就棉花而言 中国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之下 每年进行购买 坦桑尼亚预期在2017年 棉花出口量将会翻倍 因为价格的上涨鼓励了种植 坦桑尼亚遇到了怎样的机遇呢 我们从去年的全世界的产量中可以看到 呈现出的是单方面的下跌 几乎所有的地区的产量都有所下降 在今年压力最大的地区是印度 印度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 今年雨季的降雨量非常的少 在某些州的产量受到了干旱的影响 尤其是在古籍拉特邦地区 我们看到这些作物还受到了虫害 例如受到了白粉丝和其他种类的伤害 十分的严重 导致今年的产量下滑 和美国相比 印度是一个棉花进出口国 我认为坦桑尼亚作为南半球国家 在近期 坦桑尼亚和其他的南半球国家 例如说巴西和澳大利亚 一起增加市场份额 巴西 澳大利亚 同样是棉花出口大国 全球棉花短缺 他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 这也是棉花产业 在他们的经济中受欢迎的原因 你认为到年底棉花的走势会如何 交易者们应该关注哪些因素呢 我认为应该继续关注产量方面 产量走势可能会带来最大幅度的震荡 美国十分的干旱 美国作为全球主要的供应商 国内棉花的使用量却很小 主要的产地 德州西部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地区 如果在未来的十天里可以迎来一场大雨 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价格下跌 在世界其他地方 产量是需要关注的 我认为市场的产量是稳固的 但是会低于之前的预期 这就需要观察像坦桑尼亚 当然也包括巴西 澳大利亚 这些棉花的主要产地 今天早上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合约价格 突破了阻力位 来到了75 由于受到美国出口销售数据的影响 几乎接近76 市场价格有达到80美分一磅的潜力 可能在84美分一磅的时候 会停止上涨 而这也是两年前 暴跌开始的价位 感谢你的参与路易斯 以上就是今天的商品缴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格斯贝电视 再见